在我们掌握这个Python的文件打开和关闭之后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怎么进行文件的读取和写入 那其实我们在接触到文件读取的时候呢 其实我已经为大家演示了一个叫做readlines 那其实除了readlines之外呢 我们在使用Python的时候还有其他的这些读取函数 那写入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也会有不同的这个写入方式 那这些方式的一个组合啊 就给Python带来非常灵活的文件读写功能 那接下来 我们来去完整的认识一下Python的读写 各自有什么样的函数和它相应的功能 那我们使用这个Python啊 进行这个文件的读取和写入的时候的话呢 那怎么要知道 读取啊其实它的参数非常多 那这边它去实现的时候呢 其实有包括像read 那read的话呢 其实是读取指定大小的内容 那如果不指定的话呢 其实就返回了整个文件 那使用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文件的描述符 或者叫文件句柄是吧 点read 那指定大小 我们就返回指定大小的这个内容了 那如果不指定 整个文件就给它返回了 那其实除了这个整个文件去返回 变成我们的一个字符串之外的话呢 我们有的时候还会经常去按行去处理数据 那这个按行去处理数据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read 就只读一行 那还有呢 readlines readlines的话呢 你可以读取多行 不指定多行的时候呢 其实就也是返回全部文件 但是呢 它和我们上面的read还是有一点区别了 那像readlines的话呢 它返回的是我们的一个列表 列表里边的每一个字符串 就是我们的一行 而这个read呢是什么 直接返回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字符串 就是我们的整个的文件 那还有的时候 我们经常说返回整个这个文件的时候呢 我是想以行的方式返回 但是呢 我不是为了读取文件 而是对它进行处理 而且我还希望是逐行处理的 那其实这有一个更方便的用法 叫fall in的方式来去迭代我们的文件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去看看这四个用法 怎么来去作用我们的文件 那这边它各自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效果 我在这呢 为大家准备了一个测试文件 这个测试文件呢 是关于python 3.10的一些新的特性 那这边一共90多行 其中有我们的这个 对应的这个英文的单词 有我们的空行 那我们说打开文件 并且对文件进行操作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open和close 那它是一一对应的 那打开之后的话呢 那文件的这个描述符就是f 对应的话呢我们去关闭的时候要关闭这个f 是吧 这是打开和关闭了 那在这里边呢我们说打开和关闭中间 我们就可以对文件进行读取和写入 那注意我们的mode啊 默认的这个模式是r 你不写也是这个模式 uncoding默认是utf8 对于linux和macOS不写 默认也是utf8 我把它显示了给写出来 那这里边我们使用读取的时候 第一个叫做f.read 读取我们的这个文件 那在这里呢 如果什么参数都不加 默认的说是读取全部的内容 那这边执行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 那即使你加了f.read 我们这边也没有任何的显示 我这边去把这个 之前的这个演示给它清掉啊 咱们可以这样看得更清楚一些 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的f.read虽然叫读取文件 但是读取到指定的内容啊 那这个内容还是进入到 我们当前的这个Python的程序的 对于进入到我们的Python的程序的话呢 我们没有任何的输出 虽然读取了文件 但是我们不会进行显示 那这个呢 和我们去记事本打开文件是不一样的 记事本双击打开文件的时候 其实是把文件的打开 读取和显示到我们的这个桌面上 其实是集成到一起了是吧 我们的read纯粹就是读取文件 好那读取到哪里去呢 那我们一般都会把它附一个变量是吧 data的f.read 那你对这个变量进行操作的时候 就相当于把文件读取进来 我们对这个文件内容进行这相应的操作了 来 读取进来 并且把它存入到我们的文件 我没有指定的时候 咱们是读取所有的文件内容 读取所有的文件内容 那我这边说了 其实除了这个功能之外 我还可以读取指定字符数量 比如说5 我就只读取5个字符 那对于中文的话 我们其实就相当于什么 读取5个汉字 那这是f.read 那我们说了 有的时候我需要去按行操作 我需要去读取一行 read the line 你看这个读取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一行 是吧 好 读取完成之后 我们的文件自动关闭 那如果呢 你想要读取多行的话 那read the lines 我们把每一行都读取出来 好 大家看一下 注意这个格式 读取出来的时候 是放入到我们的列表当中 然后在列表当中的话呢 那我们的每一行是一个字符串 好 那如果使用简单的这个read的话 咱们发现读取出来的这个内容是什么 是一个大的完整的这个字符串 是吧 它没有变成我们的不同的这个格式 也就是使用这个line和lines的话 方便我们进行行数的处理 那我们只想读取其中的前五行 那read the lines 5 那在这里呢 其实就会读取它对应的一些五行的缩锁 那这边使用read the lines的话呢 我们读取五行 这个操作其实不太常见 为啥呢 因为我们经常去读取多行的时候 是想对多行进行一些迭代处理 所以更多的读取文件的形式 我们会用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for data in f 迭代的方式 那迭代方式和我们刚才那个方式去比较有什么好处啊 我们前面不管是怎么去read的 只是把内容读取出来 我们的变量 然后进行后续的处理是吧 那但是实际我们经常去使用的是什么 读取文件的每一行 对每一行进行相应的这些操作 所以我们用的最多的是什么呢 反正是这种for in的方式去迭代 那他会读取第一行 复制给变量data 你对这个第一行的data进行相应的操作 操作完成之后 我们这边这个for in会读取第二行 一直读取到我们的文件所有行去结束 那这里边比如说我们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 我想把文件的每一行读取 然后让它什么输出两次是吧 那就可以直接去用两个printer了是吧 好你看这边就变成什么 每次读取都是读取一行 但输出的时候是输出两行 好这个就是关于我们的文件的读取 那大家注意有这么多的读取方式 那这么多读取方式当中最常用的 还是我们的最后一种叫迭代文件的每一行 好那这个我们在学了迭代每一行之后呢 以后可以不用这个f.readlies返回指定的行数了 那我们来看文件的写入啊 文件写入呢 其实刚才也给大家去演示过 是吧 那就是write函数 那写入的时候大家要注意 其实它主要的写入的复杂度不是在write 而是由我们的open函数来去进行控制的 那open怎么来控制呢 那这边open打开的时候 我们就要设置它的模式了 那比如说我的模式只能成r 你进行写入的时候它就会报错 那它说什么 我们打开的时候就没有使用一个写入方式 那这个其实并不是说报错就不好 而是说我们有的时候为了规避说是打开文件的时候 进行一些误操作 那我们打开的时候特意指定成制度的方式 那当我们去调用其他的这个文件的时候 为了防止它误写入 那这边它会去什么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报错的一个机制 那如果我们确实想要对文件写入咋办呢 那你要把这个mode改成w或者是a 那注意啊w表示清空文件在写入内容 并且返回写入的字符数 那a呢是什么呢 是在结尾追加内容 那如果呢我既想写又想读 你就可以给它后边加一个加号这样的这个操作 好 那这个呢我来给大家去演示一下 切换到我们的代码 那在这里呢我先演示一下写入出错的这个情况 那咱们现在还是以一个r止读的方式去打开 那在这边我们使用f.write 好我随便写啊 因为随便写都会报错是吧 因为是一个止读方式打开的 那写入的时候呢就会出现 我们叫做notwriteable 好那当你出现这样的这个内容的时候 你要确定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我们是否是真的要以止读方式去打开 就是我们打开文件的时候 是想要去保护这个文件 所以我以止读方式打开 那写入的时候报错 说明是达到了我预想的结果 那另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这里边啊 是希望真的要进行文件的写入了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 要对这个模式进行一些修改 好那这边为了方便演示 我先给大家演示追加 然后再演示写入 好那写入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模式使用A Mode为A 我们使用这个追加模式 好然后我们来去运行 好运行了之后的话 我们看没有任何的提示 那咱们回到这个demo 好那咱们看到第95号后边 我们就会有什么 有一堆的这个i数线 就是我写入的时候采用追加模式啊 原有的文件保持不变 好我们回来看模式这里 除了A模式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 A模式 那W模式咱们叫写入的时候 直接覆盖文件啊 那这个用法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好我运行 运行之后 你看原有的文件内容就被清空了 所以呢当我们去进行写入文件之前的话呢 一定要注意我们的模式 那这个模式当中 到底是要进行覆盖 还是进行追加 那这个呢 大家是要特别啊 要去注意的 好我将这个文件给它还原回来 好那写入和追加模式啊 这两个一定要区分清楚 那有的时候我们还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就是我们既想写入又想读取 那这里边你这个用 又用R又用A 这是有冲突了是吧 所以呢在这边就会有一个 A加和W加 这样的一个写法 那W加我们就是覆盖写入 并且我能进行读取 那A加呢就是 我能进行追加 并且我也进行读取 那所以呢我们这个模式后面 有的时候还是可以支持这个加号啊 这样的一个操作 好这就是写入啊 以不同模式打开之后 我们进行写入的一个相应的一个结果 然后写入的时候 我们说了为了配合写入的时候呢 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函数 来去帮你啊 来去写入 进行一些写入的定位 但是这些函数当中呢 这个tail和seek呢 现在已经比较少去使用了 因为tail的话叫什么呢 那它是什么含义呢 那就是当使用W这个方式的时候 你只要一打开文件 那我们这个文件啊 就会有一个类似像这个指针 我们去指示的这样的这个功能 它会定位到这个位置 你所有的写入啊 是不是就从这儿开始去写入了 保存的时候 就会把后面所有内容给覆盖掉了 好那这边如果你使用的是A的话 那我们再去进行写入的时候 那只要你打开文件 那这个指针啊 就会自动移动到文件的最结尾 就像我这个光标一样 来到这儿 那你所有的写入 是不是就是一个追加的这个方式 那这边为了方便 我们进行这个文字 文件的一些控制啊 那在这边我们还有一个seek 那就是你可以手动的去移动这些指针 移动这些指针 那这个功能其实是为了和我们的这个 比较底层的这些编程语言 来去进行统一的 那就是说它支持这些功能 但是我们用的时候比较少用 为啥呢 因为我们在使用python的时候 多数读取的文件都是有一些格式的 比如说我们去把字典存入到我们的文件 那读取进来的时候呢 其实是一些字典格式 我们极少去使用说单独的一个偏移量 来去做这些基本的操作的 所以这个呢 大家去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好那最后还有一个 那配合写入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一个操作叫做关闭文件 那我这边操作完之后呢 我们去使用了一个关闭文件 那有的同学说了 我不使用关闭文件也没有问题啊 我发现写入的时候也是成功的 那这是因为什么 因为你写入的内容比较小 并且啊 你的计算的这个计算机呢 现在是处于一个比较空闲的状态 那在我们的这个比较复杂的这个场景当中 有的时候我们会进行频繁的写入 那这个时候呢 操作系统为了提高磁盘的性能 它就会把你写入的这个内容啊 暂时存储到我们的内存当中 那大家知道内存是一个叫什么 叫做存储一失设备 啥意思呢 就是当你一断电 内存里的数据就没了 所以呢 有时候我们再去进行频繁写入的时候 会出现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还没来得及 把这个文件进行保存 这个内容还没有来得及 写入到硬盘的时候断电了 那这样的话呢 就会导致什么 我们的这个数据丢失 那为了让我们去写入的时候 能够及时的去把内容写入到文件 那我们经常会使用一个叫做fclose这个方式 比如写完文件之后 我们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就把文件给关闭掉 那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呢 那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在你每次进行文件写入的时候 写入之前我都要去打开文件 好打开文件的时候 我们所打开文件的这个文件描述符啊 也会占用系统的资源 那最后其实就强调一句 那在你进行文件的读取和写入完成之后 当你不再需要去对这个文本文件进行相应操作的时候 那尽量要先把它关闭掉 当你下次再需要去打开文件的时候呢 我们再去重新使用open和close这样的一段函数 进行文件的打开关闭 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文件写入啊 所必须掌握的一些基本的知识 tile和seek作为我们的了解就可以了 close是必须要做的一个操作 好那最后呢我再来给你去读解一下我们的python的文件的读取和写入 那python文件的这个读取和写入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它和open 这个打开函数还有关系 因为打开函数的时候呢有一个模式 如果是r的话呢我们只能去读取文件 那这边如果是w的话呢只能去写入文件 那又想读又想写的话呢我们可以增加加号 那读取文件之后的话呢我们说发现读取文件是可以有read readline readlies等等不同的这些读取的函数 但是反倒用的最多的是什么 是我们for in的函数的迭代方式 那写入文件的时候呢我们主要用到的就是write这个函数 那写之前呢记得把你open的模式改成w 那以上呢就是关于我们python如何进行文件读写的相关操作